也许可能在您发生意外的时候会救你 失踪了五天 在四川茂县失联的祥赫旅行团十四名团员 因为游览车GPS发挥功效 人终于被找到了 其实灾害发生搜救困难 如果当初导游身上也带着一台个人GPS 也许就不会让大伙担心那么多天 SOS的按钮一按 求救的位置在哪 简讯就立即传送到你所设定的三只手机号码里 而电脑荧幕上不停闪烁的红色区域 在台湾范围甚至可以精确到是在哪条街上 即使出国也能立即了解 你能在北京复工左上方的交叉点上 这个旅行团的领队 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带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那么我们就可以跟他们之间保持很好的 畅通的管道跟信息 就不会有家人在台湾担心这个 一个全球卫星追踪器 电量可以维持10天 不只可以追踪还有防盗监听的功能 小小一个5x5的个人GPS 也许在紧急时可以就你一命 发挥大功效